中华道明会是游监运马斗神父 4月28号蒙主恩昭 享受66岁 中华道明会从4月28号晚间开始 每日为敬爱的游监运神父 举行追思弥撒 许多与游神父交往圣生的信友 前来追悼至义 台湾族游监运神父 族名巴鲁 圣名马斗 1957年10月3号出生于屏东县泰武乡 1979年8月1号加入中华道明会旺会 1985年8月8号发大院 隔年9月29号 进夺成为全台第一位台湾族神父 进夺后1990年到1992年 前往菲律宾进修心理辅导硕士学位 1992年到1995年 在高雄圣女加大利纳堂担任主任斯多 和道明中学的总务主任兼授课 1995年担任台北圣亚博会院院长 与吉林路圣道明天主堂主任斯多 2007年回到圣女加大利纳担任主任斯多 2011年回到道明中学担任总务主任紫金 今年4月9号接任高雄万金圣母圣殿主任斯多 4月28号盟主宠招 向寿66岁 左手是自己摆在这里 所以每一天我们跟别人会怎么样 有关系嘛 这个是结婚的人 所以你的信友多开 这个是别人 你的老公 你的小孩 你的老婆 你的同事 你的等等等等 游监运神父 生前总是声音洪亮 精神抖擞的与信友手牵手 心连心 一起赞美歌颂天主 许多人在得知游神父的消息后 十分不舍地发文 感谢天主 没让您受太多的痛苦 而是将您安详地召回 我们约好了 相约在主内 与这一位充满热情与慈爱的好牧人 所留下的感动 深映在许多信友心中 游监运神父的入殿礼 将于五月五号上午九点 在高雄教区万金圣母圣殿 由中华道明会会长 继安是神父主礼 随后十点 由刘正中总主教 主礼游监运神父殡葬弥撒 祈求仁慈的天主 引领游神父的灵魂回归天乡 与您共享永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考虑